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安慰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 靜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 今節 看到 又是看到那些人 怕怕的,甚麼事 因為加拿大 才是大放水 對於 港人來講 想移民的都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 他現在 這個最新民意調查貌似對他們是無理 最新民意調查是甚麼呢? 原來就是 根據 Albacus Data的民意調查顯示 六成一 即61%的 加拿大人 認為 移民配額太多 其中 這句話 如果你掩蓋的國家 及地區 加拿大 你初初以為 是來自香港 因為 有六成 三 即63% 的受訪者就認為 新移民 你記住那些當地人 對樓市有負面影響 也俗稱的 買貴當地樓 好 好像香港當年的 評論 那些言論 所以不是害怕 當然有 讀過幫他撥 其實有個媒體 他經常拎 這個媒體很搞笑 六成三加拿大人 六百分之63 加國人 移民判額過高 移民部需求 太大不會減 但是 下面 又倒轉 就說 這個 的調查 就有六成一 你上面寫六成三 現在是寫六成一 為什麼 即是61% 下面的數字 又是63%的人 就覺得是有負面影響 對樓市 其實哪個適合呢 我當然找到原來的文章 其實 下面的文章是對的 但是 那個標題是錯的 這個就是 原文那裏找出來的 就是這個 Abicus Data 就是六成一 的這個 加拿大人 就認為 移民的配額太高 那麼 六成三就說 這個 這個 Number of new Immigrants would have a negative impact to the housing market 即是 其實他下面解釋過 剛剛的標題錯了 你這麼膩膩 還說 年底捱不下去 叫人家捐款 還有你最搞笑的 他那個 什麼國 是不是什麼國新聞 這個 有 Finner 劉祖迪 加拿大不是我負責 其他同事 他把自己的Facebook page都改了名字 現在就是 Finner 劉祖迪 以前是攬炒吧 現在不是 不過是否跟他們切割呢 我相信也是 因為之前 亦都說 說他 這個 有些 錢方面的 劉祖迪 有批評他說 大家有些不清不楚 這個不知道 他們自己教了 反正 你 出得來 當然是 因為你如果收什麼捐付呢 難聽說 有些人總是 問你 錢從何來和錢從何去 兩個問題 錢從何來是什麼呢 是不是有共產黨的人 或者是不是有勢力 喘從何來呢 一個問題是錢從何去 其實這個問題更大 你錢花了哪 這個問題更大 我覺得 看看根據 這個報導就是去年 以各種 簽證入境人數達到100萬 而多數人口散落在加拿大 幾個主要城市 好像溫哥華和多倫多 令幾大城市的房屋供應變得更加短缺 所以 剛才我們說的 Appicus Data的CEO 就說 從受訪者角度來看 其實加拿大的新移民數量 和加拿大城市的房屋 供應還有基建 是 脫鉤 脫鉤意思是什麼呢 你數量很大 但是你跟不上我的基建 有沒有人說大白象 沒有 這是剛性需求來的 大什麼白象 這是剛性需求來的 也為大城市造成了嚴重壓力 另外加拿大金融 首席 加拿大央行的 金融首席經濟學家 斯蒂芬馬里安 其實他也說 呼籲政府 要修改 移民的數目 因為太多了 為房屋 剛才放鬆 那頭 立刻就叫你收緊 肯定反對派會罵他 因為 他肯定說 你沒想過嗎 你沒想過嗎 最糟糕就是 這六成三受訪者 認為 真的跟 樓市掛鉤 你說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有 但是 加拿大政府有沒有 是 責任有 因為 基建跟不上 所以 這就等於當時 本土派 買貴樓 你香港人住什麼 其實這種 氛圍越來越高的時候 都危險 所以加拿大 在西方國家來說 我很佩服他們 有膽收這麼大量的移民 我是佩服他們 但是 你也要看回你的 住房的供應 現在 人家一把數據出來 你馬上就 加了 你逼那些新來的全部去沙省的地方 你這樣逼他們又不來 或者覺得你好像不公平 那你去英國 因為現在 加拿大和英國都是兩大的爭奪地 因為 事實上都是比較容易的 另外剛才我們講講位 央行的首席經濟學家 亦都說 現在 移民這個數 就為 房屋供應 是 帶來了巨大壓力 現在 很難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 他亦都說 近年來移民數目大增 令到樓市失衡 高息環境 令到 建築商成本增加 而大規模 增加 這個 叫做 食 這個也是廢話 大規模增加成本 消費者 大規模承受住屋 租 我想買樓現在人少了 但租樓就很貴了 現在加拿大也是 所以 會否之後會有些改變 不會的 這個新任的移民部長 我沒有記錯以前是 Sean Fraser 現在是 Mark Miller 其實他就不同意 這份 你不同意的調查報告 當然是這個數據 你不同意也沒有辦法 他就說 因為 現在這些調查報告 其實就是 另類向政府施壓 收少一些人 他就說 不同意 外界說要收少一些移民 這個說法 剛才我們看到 《什麼國新聞》也說過 需求太大不會減少 但是你要知道 他一下過來 比如你讀書 你也要一段時間才投入勞動力市場 學期 或不是全新投入 也可以全新投入 怎樣也好 但是 會不會有些滯後性 這樣令到你 是否這麼快用到的人 或者 是否帶來這麼大的勞動力 比如我是學生 不可以全新做工 是嗎 但是這個住房的壓力 就是即時的 沒錯 那麼勾結嗎 他就認為 這位新任移民部長就認為 加拿大人 必須擺脫 一種觀念 新移民對樓市急升的 這個主因 即是 新移民就是 令樓市急升 就是一個主因 你說是不是 主因 你 很難有大量數據支撐 但是是否其中一個因素 絕對是 你最多說不是主因 但是 是否一個因素 當然是 當然是 還有 你越是這麼說 是否側面證明了 你起樓起得慢 人家會覺得你無能 並且認為 國民需要新移民的 專業和 勞動力 填補未來社會服務 比如醫療和教育 這方面我都覺得 對 但是 我都說過加拿大的量 比其他西方國家大很多 當然國土也是最大 五眼聯盟當中 世界第二大國土 第一大是俄羅斯 至於 國省雖然 有不同的房屋政策解決問題 但是部長也偏向 長期規劃 未能即時大量 你也懂得說 未能即時大量 解決新移民湧入家國的問題 你自己也說說 好像卑斯省的房屋廳廳長 他 雖然即將宣佈 大溫哥華地區 幾個城市的增建房屋目標 但是 你知道 起樓沒那麼快 是嗎 是的 其中 包括溫哥華 西溫哥華 北溫哥華 三角洲地區 以 西北溫哥華為例 現時人口未夠20萬 但是因為兩個城市主要 是 靠兩座大橋出入 並且未有 正式拍板的 鐵道穿梭 往返市中心 那麼現在兩個城市 每天 這個 叫做 上班 下班 塞車 相當嚴重 但是 這件事又是 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解決的 如果再是增建房屋 亦有大量移民的話 基建 這個政府是承認未能配套 短期依然會嚴重 影響民生 所以受訪者對新移民配額有所移慮 這個是不是正常 會否有些怨氣指向他們呢 所以那些手足都很害怕 因為移民計劃 大放水 有個年限 沒有記錯 你真的要省水 當然有些人 很 很空閒 其實這麼空閒不如做工 我講溫尼白那班人 世界警察 及消防 世界警察及消防運動會 其實就是 閉幕 但是 他們講到很厲害 溫尼白港人繼續追擊 興利呀 最多我講一下粗口 那就說 難看 低調入場了 多害怕我們 亦都說過別警員 就是 影示威者頭張 你應他他應回來 其實加拿大官方都沒出聲 你們出聲都沒用 是嗎 但是你們之前不是說什麼 招呼他們 你們一樣 自己取消了活動 害怕嗎 好和理非 最多是 加少少粗口 所以不是和理非非 是和理非 所以 只是一個港字 他們就有個藉口 為什麼這麼少人 因為溫尼白並非港人選擇 不是港人 熱門的選擇定居地 所以他們成員就說 有接近30人參與 跟當地 過去舉行的抗議活動人數是相近 你這樣 變相說自己來來去得過30人 這傢伙這傢伙 這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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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不排除 因為有人擔心 香港警察 挑釁 嚇倒他們 所以 未能 你們拍攝 是你們挑釁 這個好笑 當然 成員亦都表示 在活動期間 溫尼白警方非常專業和有例 其實 這個香港警方也是非常專業和有例 他都沒有是怎樣 只是把示威者和 香港警察分隔開而已 沒有干預示威者活動 更有其他地方的警隊 聽到他們的門口 最搞笑 他說看到 當地警察對香港警員是側目 亂拍照 還好笑 他說當地警察都不 香港警察 我看到他們的圖片好像沒有 沒有這些照片 側目那一刻側得太慢 側得太慢了 所以你無法拍照 加拿大的警方是很專業的 他是不會這樣的 因為始終都是同行 他是面向世界的 不是就是面向你殺人的 沒錯 你殺人你真是 真是好笑 說到大100 戰狼300 其實真的有300個香港警察 這件事件也顯示加拿大是一個冒染雞籠 那你沒有去 你敢說的話 如果有報紙就說 你們敢說我們加拿大 那你不要來 家方邀請 全世界的警察 去的 你說什麼 什麼冒染雞籠 我邀請你來的 不是人家闖進來的 近300名港警 在警務處長蕭澤儀 大令之下竟然可以出入加拿大 因為他被人邀請 他來的 人家有沒有邀請你去呀 老闆 你殺人有 有沒有說我是香港人 大聲地說 馬上給你加拿大PR 封業卡 有沒有 對此需要加拿大 港人這個社區繼續關注政府對華的立場 和方針 所以他就 呼籲再加港人繼續去信 各區的國會議員向政府施壓 為何允許香港警察入境作調查 誰有沒有去信 鄭敬基 差點說了鄭忠基 好像 債城的劉大良呢 也沒有 為何不飛去溫尼伯 為何不飛去溫尼伯 顏色景 你口中所說的 要抗爭的 可能要 同時這個組織也再次批評不能在 加拿大境內 執法的香港警方 在加拿大 他就說 影示威者帶頭照 秘密 假設 公開影示威者帶頭照是秘密收集資料 喂 你也懂得說公開影怎麼秘密收集資料 誰知你是誰呀 質疑這些照片是否日後會成為秋後算帳的呈堂證供 而 加拿大是未阻止這種現象 你拍攝別人他也拍攝你 是呀 質疑是否加拿大 他說是否沒有辦法 保證流亡手足的安全 你不要去 你現在到目前為止有哪個流亡手足 安全受到你所謂的威脅 沒錯 收啦 收啦 這些人真的得淡笑 唉 當然 說到這麼大 讀你這段事都浪費時間 真是浪費時間 最搞笑的就是 講開加拿大 因為這個香港議會 最早在加拿大那裏提出 但是現在很多人 反應一般 是反 負面反應很熱烈 正面反應很一般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你跟他說得浪費氣 一心是要去就去 他一定是去的 一定是去的 當然 這個很多人 亦都說 要反思一下 反思什麼 希望各地 自發成立的香港公民組織會更加成熟 其實更加成熟是很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講到錢 就關頭了 更加成熟 而 佔據經驗和政治智慧香港人和公民組織 將來 有能力 好像歷史先賢 那樣組成同盟會 同盟會 你以為真是 推翻滿清 諸如此類的 諸類的 諸類元出 同盟 擊潰中共 光復固土 知道是誰說的 很熟悉的 劉祖迪剛剛說的 哈哈哈哈 難怪我不記得了 哈哈哈哈 這樣說 其實 他也算是留口 更加多人 是相當 不知道為什麼相當質疑 因為其實他又請了很多人去 去什麼東西 開記者會的那些 不知道為什麼 衰公兒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力量 當然有很多人是看的 看了之後多數罵他比較多 另外 另外 亦有人說 喂 不如這樣 就快7月14日 你楊姦搞過 陰間議會 不過是生人才可以投票 等人死了之後 陰間有人授權 香港議會 厲害 這個是來自 芒果佬一位信徒說 其實你看到 是不是Richard哥 是的 Richard Billiton 你看到一件事 我最初以為家國始終是很多港人 原來家國的反彈 好像這麼多國家的反彈最大 我知道 在加拿大的 那些叫做黃油 好像真的不敢冒 這個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 真心說我是不明白的 不是應該是 你們各個拍攝手掌嗎 有個議會 他還是 有怕搶食 老實說 會不會是怕搶食 那搶食 不是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嗎 又是賺食 那也是的 你問一下 寧國 如果他 拼下其他組織 你取得全部捐款 我相信也是 更加有人說 說回加拿大移民 其實 也有人說 在這個嘟角下面 就說 喂 加拿大的移民 加拿大人這樣想 貌似都是正常的 因為 始終等於當時 我們 也都反黃 他們說反黃 大家知道什麼事 其實也很正常 其實我也覺得 你說有沒有人 有沒有右翼出來撥呢 暫時加拿大的右翼份子 不多 暫時 即是說正右翼 不是那些極右 但是你說將來 會不會真是 有人說 你來得太多了 亦都說說真 事實上 亦真是會影響當地人的工作機會 即是 好像大量的 外勞那樣 進入香港的市面 和勞工市場 應該大家都想一想 我相信說這番話的人 他應該是加拿大身份的人 是吧 有身份的人 當然 都是會 你知道 都是那個 搭巴士理論 我已經進入了 你別騷擾我 這樣 好 這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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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